台东省政府为了鼓励美术创作人才每两年筹办的台东美展 历经两阶段的激烈评选 总共有92件作品胜出 18号举行了颁奖典礼以及美展的开幕仪式 今年作品非常的独特 展期就到12月10号 展出地点是在文化处的艺文中心 台东美展是台东省政府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重要艺文活动 今年台东美展由近百件的作品参赛 经历两阶段的激烈评审 共计有92件作品胜出 我想美展他师傅有自己的生命 从一开始的邀请然后出赛 然后两个一次设立台东展 被看得出我们选择 选择对台东美展的期望越来越好 不忘记在这里 就是单独希望大家的日间会一起来 也希望他有他的生命 让他未来能够更发光发热 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 除了我们能够有些在地创作 也可以跟外面有些交流 希望大家在这个环境下 能够有更好的创作 为自己会念发 留下我们的这些资产 台东县政府为了鼓励美术创作人才 扩增创作能量的艺文活动 台东美展至今已办理18届 今年投剪作品可以看到 创作者常年累积经验的成熟 也有出身之都不畏乎的挑战传统创新思维 激荡交流出令人惊艳的活力 美展特别有一个强调说 希望能够表现台东在地的年数 跟在地的文化内涵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参加的作品 跟我们的评审结果 大概可以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调之后 像这一次的水准跟我们的风格 希望能够彰显我们台东的美术的一个特色水 我想万美展以基本上是希望说 创作者能够去超越自己 能够去超越我们这个时代 能够去挑战自己的创作 那么我们看这一次我们 这一次的作品可以说 真的是特别讲这个步骤的名义 各类第一名分别为东方媒材类 夜中和台东好行 西方媒材类林美化却笔千鸿 新媒体艺术类就地制作蓄日籍 立体造型与传统工艺类 许慧青梦想之地 同时也是获得最大奖台东奖 而作品将由台东美术馆收藏 规划于未来展览中不定期与民众见面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